《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有些網友說處女哪好玩 是 明白的 這件事我們都知道 不同的直法嘛 但又不同的嘛 有時修協協任你沒有 又不同的嘛 那條女人為何要留下的假戒毛仲恥 哪條女啊 即是你剛才扮處女那些 是呀 但你都不會的 現在女孩子小小都懂得剃的 拉底毛了 媽媽都教的嘛 好了 我們先不要圍繞處女 說真的 這個永恆是有個 除了出去玩的 那些不好計 你說如果你追求女兒 一進房子去打電影 這樣就很平常 跟著你隨腐含臉 矮試眼啊 屌你了 又波推啊 你也不猶底啊 是吧 但是另一方面又好過眼外的 好了 昨天有一班大航的737客機 就飛回台灣 在這個 昨天下午6時 人專機場起飛 誰知道空中檢測到 負責調節飛機內部壓力的增壓系統出現問題 在7.7個字 飛了三個小時 就接返人村 OK 就今天用另一班飛機飛過 其實如果你說飛了一兩個小時 我不知道 他們的決定 或者馬上打開飛機 不馬上落 我不知道 據說這部飛機由空中3萬呎 的高度在短時間內 就落到9000呎 噗 這樣 乘客拍下了現場畫面 試發的時候 我想可能是那些乘空氣流 還是怎樣呢 但這就是因為內部壓力的增壓系統出現問題 事發的時候 機務人員剛剛送完餐 飛機下降速度快到 氧氣面罩彈出 一氧氣面罩彈出 你不耗底嗎 包括小朋友在內 多人被客人都哭 一個人哭就一個人哭 客機艙裡面 因為氣壓的快速變化 很多 很大部分的乘客 屌你了 那個流鼻血 都未到7孔流血 7孔流血 更害怕 好了 那到今天 其實他截了反 人選之後 今天就另一班機回 回到台中之後 台中機場就stand by 其實我又不知stand by 什麼 因為其實另一班機 都是那班人 但都是會這樣做的 那名乘客就說 當感覺身死一時之間 他說現在呢 平安回到 感覺活著真好 其實坐飛機 空難的機會是很低的 但一有空難 基本上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覺得活著真好 不是只坐飛機 朝朝起床 抹到大雙眼 如果你覺得活著是 一個privilege 不是折磨的 其實也要這樣做的 因為 你看看現在其實也有很多人 撤死 你說是不是關於疫苗線 還是什麼事 不知道 但是 是真厚多 嗯 好了 這一個活著真好的先生就說呢 他說 飛機那天急速下降的過程 就比去玩這個雲小飛車G5 他說現在到現在的耳膜和頭都還是很痛 哇 這麼厲害 另外一個姓 啊 嫁到去韓國姓許的女人就說呢 他這次帶了那些小孩回台灣 誰知道 突然間飛機這樣走放 跟著氧氣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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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機長說解決了技術問題 但是他們的耳仔啊 頭就開始痛了 小孩呢 也都因為忍不住那些痛 就是這樣啊 哭 跟著飛機一直在空中盤船 這個就解釋過為什麼 一整三個小時才回到仁村了 乘務人員呢 也都是坐在椅子上 不能動 啊 他們今早重新起飛 那些台中非常開心 啊 那有些人 有網民就說 喂 懷疑這架737MAS-8 的客機 他說喂 喂 這架飛機安不安全啊 你又沒得質疑 如果你連波音都可以質疑呢 那你去 搭那套C9 是吧 那你沒得選的啦 空中巴士波音是去兩塊的啦 你買機碗的時候 你很少說 看一下這架 沒有啊 不看的 直接不看的 有時候也會看的 有時候也會看的 但是 我今次 譬如我在 在 曼城飛荷蘭呢 我 沒有來為意的嘛 到我上去 說你老母 他找到那裡 那架車停了 那架車停了 那架車才可以出去 那架車放下我們 我看那架車 看那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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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架車車 一架車車 看那架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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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架車車 那你會覺得 比較害怕的 小的機器 但其實不會太害怕啦 沒有太害怕的 那 那 乘飛機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人喜歡念經 要祝福 祝福和你同機的那些人 那我簡單點 我現在有這一個 寧嚴舟 那好一點 好了,這宗真是奇聞之中的奇聞 是今天的主題新聞 實在太冷奇了,這宗案 南韓花式滑水國家隊 被揭 上個月,即是五月 在海外集訓 發生性騷擾的醜聞 兩名 19歲和20歲的女選手 被人性騷擾啊 在酒店飲完酒之後 性侵一個16歲的男選手 還拍了片 南韓滑兵協會就事件進行調查 攝氏的選手 這兩個選手分別被禁採一年和三年 根據多間韓國媒體的報導 攝氏的兩名花式滑水女運動員 李海仁和劉穎 我們先不要說到這裡 昨天呢,這個亞洲錦標 都在拉著說,衝劍項目 決賽我們香港包辦 這是第一次 最後呢 我忘記誰贏了 總而言之,那兩個呢 尤其我看完 其實我都想過是否立了今天的報導 因為這兩個人是96年出生 由他們13歲入建會認識 接著U13、U15、青少年賽 香港、青少年賽、香港公開賽 亞洲、世界 全部一起打的 亦都是朋友、best friend、練習對手 然後呢,經常說決賽見 他們口頭線經常說決賽見 終於第一次去到亞洲錦標決賽見了 這個是重劍 張家朗又花劍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重劍 在亞洲能夠拿到錦標的水準 跟世界相差多遠 我想到一些距離 其實西洋劍擊 太多強是甚麼 匈牙利、意大利、美國 全部都很強的 但是今年似乎都 我不知道這個奧運行目 都可以看看 那麼 劍擊呢 都頗好看的 不過太快了 太快了 不知道甚麼事情 打得完 其實我最搞不定的那個 是即時判決那個中空拳 即是那個 如果花劍有一個中空拳 要打完 然後又有一個不知甚麼 可以砍那個劍 我都不記得有甚麼劍 三種 還是有空研究一下 好了 好了 這個花式滑冰 我就不用研究了 我們都看慣了 不正啊 花式滑冰 滑冰有幾種項目 有甚麼粗滑 粗滑就 嘶 但花式滑冰 基本上就是自由體操 不正那些 又加上一些音樂 是吧 好了 這兩個女的運動員 叫李凱仁 這個名字這麼很熟 因為她叫劉詠 這個名字還不熟 劉詠?拍戲嗎? 從小王嗎? 從小王 是這麼熟的名字 李好淫 李凱仁也很熟的 李凱仁是否有個韓國演員 就是叫李凱仁 真是不知道 兩人不但違規喝酒 十九歲 李凱仁 劉詠二十歲 走後還要求十六歲的男選手 徐文斐 去他們的房間 這麼好彩? 李凱仁期間 就做出一些令到徐文斐 感到不惜的性侵行為 而劉詠呢 就在未經徐文斐的同意下 就拍攝過程 然後還WhatsApp給 反拉給徐文斐 噢 拍攝就壞些 不是 還給徐文斐而已 好了 南韓兵協 今個月二十號召開會議 針對這兩名女運動員 在集訓期間 淤酒和其他不當行為 決定罰李凱仁禁賽三年 劉詠禁賽一年 而男選手 擅自入了女運動員的宿舍 亦都違反管理規定 所以接受批評教育 主教練就因疏忽管理 被停職三個月 韓媒報導 其實外國媒體 是很難陷糕的 因為你看韓劇 開始理解這個國家 他們呢 對這些藝人偶像 或者政客都好 即是公眾人物 他們是非常之厭的 譬如有些人說 這個演員 可能年輕時欺凌過甚麼人 又要道歉又行 叫你老母 其實 要不要勇氣 其實你看一下 去年李善君 其實當然他去按鈕 給我 都關人家屬 對 其實是 那種很針對性 要你們 白玉都沒有那麼清 韓媒說 兵協認為兩名類消息的行為非常嚴重 決定將其上部體育道德中心 只能看到一個體育道德中心 只能帶得到這個地方 兩人提出上訴 李善仁若果被正式處罰禁三賽 禁三賽三年 就意味他2026年的米蘭東澳 沒得玩的了 OK 李善仁在去年在花式滑冰的細錦賽 女單落銀牌 細錦賽 是韓國的奪標言滿名 如果在中國 就按住那些東西沒有了 沒有事的 OK 加上楊子甜美受到傳媒關注 被譽為金燃儀的接班人 金燃儀就是他們花式流冰的 Icon 就是一代名將 而劉永就是第三屆 冬季青年奧運花式滑冰 女子丹人滑冰比賽的金牌得主 亦都是全國花滑的三年冠 亦都是 就是2026年的冬運的希望 而徐文斐 16歲 就是2024年 即今年的花滑青年細錦賽的藍丹 的金牌得主 為何說這件事這麼奇呢 我們先看看李凱仁和劉永的照片 裡面有冤情 OK 這個是李凱仁 嗯 花滑的時候十八毛丑虎 白白正 你說它很漂亮又不是 你那些人不找我啊 你說它不漂亮的 天天都過分 好 再去 這一個呢 平時呢 李凱仁呢 CUTY CUTY 真的是那些自拍照 好了 劉永又如何呢 這一個就是劉永了 是吧 細錦賽 對眼有些 細錦賽的貴軍 有些 有些 好 再去 魅力 這一張呢 你反而呢 不是疏到 真的濕到真的要參賽 OK 回來 如果 我16歲 嗯 在我的運動團隊裡面 嗯 有兩個師姐 叫我入他們的房 哇 性侵我 落合彩啊 還要是這樣的 記住 不是劉永哦 不是真的 秦始皇的劉永哦 是這兩個 我料理了 我有什麼 我有什麼原因 我去暴寸啊 所以他說 如果他不拍片 一定沒事 我懷疑可能是拍片 他去炫耀 就是他怕 今天你傳給我 怎知道會不會傳給其他 那這個是想法而已 這個是爆料啊 這個是其一 也都可能 他去炫耀給其他人看 嗯 其他人看見 喂 這些同事 盜倫技術 吵了你老母 部署 接著 教練問 什麼事 他說沒有啊 她16歲嘛 他們兩個叫我去完了 這樣啊 他都不知道 他開心 還是他收了 他外國錢 我管理了 搞了這兩個女兒 喂 老實說 如果你說 我不許你怎麼性侵 如果你說 拿來找資料來打飛機 我說我當場 老實說你怎麼按著他兩個一起吵 肯定啦 16歲就是吧 嗯 吵你血起光光 那條子又硬 除非他是喜歡男人 吵你了 我喜歡男人也沒得談 一按著他 吵你了好不好 吵你了 你搞搞我 你搞搞我了 你搞搞我了 吵你了 嗯 有時候 就是性命對性好奇 這樣解 也也不知道他們發生過什麼情況 可能性侵 原來是吵口水 說 大家好 吵口水給他喝呢 想一下那個男生肯進去他們房 吵你了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馬上說到這裡先 昨天呢 事當真手套電影 還拍了電影 公開線當真 就下去四號正式上映 於是昨天呢 由學秀 許妍 蘇志豪他們三個主辦人 就一起出席這個慈善手影 裡面也都看到張錦晴 OK 張錦晴 即現身就撒許妍 張錦晴何許人雅呢 扮阿祥嫂 最厲害 阿楊嫂 OK 又做網台 又做舞台劇 近年他都好像在大陸發展多 張錦晴呢 就說開 他說現在呢 香港台灣兩邊飛 而且最主要是要教書 都忙的 很多人的 不知道你的 鄧小嫻都兩邊飛 鄧小嫻也有型 鄧小華 鄧小華 鄧小華也有型 可以回來為香港藝術發展局 到站台 他都 真的出來吃四餐飯是不同的 好了 那張錦晴就說 他說 TVP有聯絡過去的條件 不合物推了 是吧 他說 時間上 條件上 都有些問題 我又要教書 可能暑假太熱 這些 這句可能暑假太熱 他有權的 他都沒有想著香港發展 就可以這樣說 要不是說多了 其實大家都明白他什麼事 最主要他昨天說什麼呢 他昨天就說 那些人問他 有沒有看TVP 還說 說看一點 然後他說 現在有節目很受歡迎 東張西望 講這個 何馬 何生何太 他其實有點猛 他說那些不要浪費時間看 那些東西真的不關他事 是不關他事 關你什麼事呢 我都一直跟朋友講 我先講 我知道這件事 我現在都要研究 研究 為何會有人看這些 和真的有人看 香港怎麼辦 不要看 關你什麼事 其實這個 完全跟我一樣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到現在大概 你們講我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什麼事 我一點都不關心 他會不會被人抓 或者怎樣 其實不要說何生何太 李隆基 我有時候沒辦法 因為我有時候 條題寫下去 可能會多人看一些 我就這樣說 我根本都要講 做什麼 大把 就是看別人怎樣 喂 他要節奏 你又沒有理由不會肥了 如果不節奏 你就會焗氣了 大把 還有 都是要講一下 什麼的 譬如葉振堂 我們早前都說 他拖著女兒 沒有人去刺 沒有人去刮這件事 是吧 但是葉振堂才好笑 人們問他 你猜我是可白 是吧 好吧 反正我想講一下歐錦堂這一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他講誰 歐錦堂現在就轉 他說近年轉做KOL 我就不會用這些做Youtube 好像我們這樣 他就拍片爆料 近日他講到圈中有兩位 鹹豬手堂 和一名老鹹蛋 OK 那我們就真的很難去猜 老鹹蛋 OK 他首先講鹹豬手 他第一個就是魔術鹹豬手 他是用變魔術為名 乘機抽水 網民估計一個姓賽的藝人 現在都沒有在娛樂圈了 姓賽的藝人變魔術 我真的不知道誰 有沒有網友 我們這些網友 確實有人知道 聖賽的 藝人變魔術去抽水 其實不要說娛樂圈 鹹豬手 當時我們去台灣 當年和客家佬的旅行團 都是個豬手王 OK 那麼豬手王很難見 我們在這個群組裡 他在講 關於這個豬手王的惡行的時候 他還私訊問我 他就說 請問你 誰是豬手王 然後我說 你醉了人不賤 色賤格 那就是豬手王 他都 其實 我想他不知道 知道我們在講他 我想他知道 最重要的是 他跟我老婆一起 他跟我老婆一起去 去台灣 豬手王很難見 好了 另外一個 他就長住內地 曾經因為多單 塗色糾紛 令到整個劇組要停工 那網民估計 這個姓陳的 演猴子出名的 那就應該是 陳豪文 嗯 但是陳豪文是鹹豬手過嗎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OK 有 鹹豬是陳教緣 是嗎 是嗎 怎樣鹹豬 好笑 是不是在上面 在大陸 他 馬德忠 還有幾個男人 好像說 他兩個 兩個男人 怎樣兩個一起摸他 忘了 嘴還是怎樣 那麼誇張 覺得 屌你老婆 去到環店 譬如說 大家出來做這行 屌你老婆 你不是告訴我 你不行嗎 有些人這樣問 嗯 嗯 但是你是幕前人 啊 屌你老婆 你不能害怕嗎 好了 不過他們可能想吃著 那時候剛剛出道 好了 但這個鹹蛋 就經典了 歐錦棠說這個鹹蛋 我真的猜不到是誰 他曾經有跟鹹蛋 同劇的男星透露 阿鹹蛋跟他說 我家的姐姐 你老婆可以搞的 他周圍跟他的同劇的男同事說 他的姐姐可以搞的 分享他和姐姐搞的性經驗 他還在介意 其實你們都可以一起玩 不過條件就是 要去我家 還有你和我姐姐搞的時候 我要看 這麼變態 這麼變態 歐錦棠就大罵這個鹹蛋變態 他提供了兩個線索 他說原來鹹蛋曾經在一班演員 拍攝跳舞戲的時候 蹲在台下偷盔 就解釋說想教他們跳舞 又被其他女演員投訴過 他經常被他搜身 另外一個線索就是 鹹蛋是屬於前輩級 當年未有智能電話的時候 這個男星試過在車裡面 聽女性新人叫床的劇室帶 這麼變態 只聽新人的飛機嗎 歐錦棠堅決不肯透露鹹蛋的真身 透露 現在全城網民警察 誰是適中惡鬼 首先 蔡子健 會變魔術嗎 蔡子健是否有做過詩儀 有 以前想念傳診機 是嗎 還是一個扮成譚明倫的蔡子健 是不是蔡子健的扮 一個在做吳吳虎 蔡子健 蔡其進 蔡子健 蔡其進應該不知道 蔡豐華 蔡豐華就不會 鹹蛋有沒有人知道是誰呢 超人 蔡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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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好似機的, 沒人提得出鹹蛋, 蔡子健好斯文又不代表, 什麼我不知道, 是否魔術手, 鵬哥,誰是鵬哥, 盧凱鵬,不會吧? 盧凱鵬為何是對他? 鄭丹帥不像, 如果是亞視就真的很難猜, 好,不要緊,我先索資料, 休息一會,